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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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将会讲下我们在青蛮山上的惊险一日 大家将会看到我们如何上山 住的地方 还有为什么夜晚迷失在荒山野嶺 首先我们会在山脚的cafe等住宿那边派车接我们上山 但想不到竟然是要站在那搭越野车 上车之后司机说路程会有危险 叫我们一定要捉住 一开车我已经充分感受到刺激感 真的ATV都不用玩 加上山路是崎嶇不平 非常颠簸 沿途风景是很漂亮的 但也分身不去看了 车程30分钟 我们几经辛苦才登到上山 这里就是common area 可以在这里吃饭休息和看风景 来到这里之后感觉很宁静舒服 因为周围都是大自然 远离人烟 又有很多小动物 好像进了人家的村子和原居民一起住的感觉 接下来就让我介绍一下今晚的住宿 这里有两款选择 可以选择帐篷或小屋 我们一定是选择小屋 因为想睡得舒服一点 一进去就会看到左右两边都会有一间屋 我们就和朋友各自住一边 屋外面放了一些露营椅 还有一个超户外的观景台 是完全没有栏杆 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住 可以很chill地坐在这里聊天看风景 不过走出去都要有少少勇气 因为地上条线都有一点阔 好怕会踩穿快地跌下去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角落有只狗狗趴在这里 其实是这里住宿的主人 那只狗狗很亲近人 他见到我们之后就是这样跟着我们一起走 超有趣的 这个碟已经在里面了 好了 那我们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一下门 它有一个简易的tartart的锁 是进来才可以锁门 那你外面就锁不到的 然后进来就会有个风扇 这里因为山上没有冷气 所以一定会有一把风扇在这里 那就会凉爽很多 洗手间部分 没错 我们在山上都有洗手间 我觉得呢 都吃好那些山水不可以洗澡 那我只是住一晚而已 就去张豆花 但是里面是没有提供洗手液 紙巾 毛巾 洗澡水 洗头水等等的 大家如果来这些酒店呢 就记得要自己带了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边 是我们的床 之后 就来到我们最重点的一个位置了 这间房是一个超美的打卡位 坐在这里 我们呢 可以坐上来这里 拍照 还有 吃早餐 因为这个景色超美 早上就可以坐在这里吃早餐 然后享受一下 咖啡 看风景 还有它这里也很贴心 它放了一个圆墊 在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 舒舒服服地坐上去 还有它这个位置也是特地设计 让别人坐在这里拍照的 但是呢 想说一说 就是这间房的私隐度 就不算很高 因为呢 它这里有个打卡的窗 那它这个窗呢 是没有窗帘的 还有我想早上应该会很浪 那些阳光会直射进来 还有它这里呢 实际上是用了 板凌晒的 它不放触电 就是那些竹 如果你怕触电 我建议是不要放触电 是根本一定会有充 晚餐就是住宿提供的 泰式比鲁古吉塔 那食物方面就普普通通 但是大家坐在地上围在一起吃东西 再加上这么漂亮的天 都挺有feel的 吃完饭 但住宿主人就跟我们说明天会带队去行山 看日出 问我们去不可以 总超热情地介绍了一个小时 就是这样 我们就踏上了这个 差点一去不返的旅程 想说我们的房间超多这些飞鹅 超大 挺辛苦 终于抓到他 封印了他 我们就可以安心睡觉 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 洗澡睡觉 还要跟飞鹅搏斗 浪费了时间 想不到特意设计房 打算舒服点 但结果只留了几个小时 早知设计帐便宜一点 接着我们三点半又要起床 准备行山了 首先我们又要搭半个小时 越野车翱上去 路很催催 很斜很斜 直到90 即是45度 再多一点 接近65-70度 看今90度 不过这里晚上看到很多星星 是很明显肉眼可以看到的程度 上去一落斜 我看到 每个都拿了树枝 对了 我想他们是因为看到这条路 我想说是超斜 我一看上去我已经知道 哇 这些路是... 不是伸手走的 我本身以为它是平路 接着可能有一些斜坡 或者有一些梯级 也有栏杆 它这个是完全一座 没有任何让人走的路 只是地上有些树枝 你就踩住 多数是就这样 可能够垃圾 有个垃圾给你 再加上我不知道是否 因为昨天下完雨 我有一座是滑的 重点是我们是穿converse去走 他们是没有事前跟我们说 是要有什么准备 就是叫我们穿长褲 是啊 就是这座山的程度 我觉得怎么也会叫我们 拿着陷山足 我以为是很简单 因为他说一个小时上去 但他这个是超乎想象 如果陷山的分一至五颗星 这个都是三颗星 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一个平的位置 我们休息 还是很斜的 你一放松一点的鞋 你肯定滑下去 再走上一点 我想大部分人都要用手脚 爬上去 因为陷山心跳得很快 然后有点暈 背囊转一转 差一点跌下去 那时候 其实我走到第五分钟 都说不行 保持着这些路 完全没有梯级 一直都是斜 有什么泥路 你一线 后面还没有人帮你 你真的就这样测下去 就立即跟我道友说 就说你下回去 我道友都不想 突然有两个人走下去 因为只有他一个 他就要看完整个团 如果我们下回去 很难分身去照顾两边的人 那他就说 要不你们自己下回去 要不就跟他们上去 其实说叫我们自己下回去 周真是很害怕 首先时间是凌晨大概 四点多 天都没过很黑 路全是一样 我们只有一盏很小的灯 照着 然后就说 他不会带我们下去 叫我们自己下回去 超可怕的 如果我们真的在当室路 或者有什么事 没人知道 我自己就是认为 我这样走下去 就算我滑了 我也是屁屁落地 但如果我这样走上去 我滑 我真的这样滑下去 在两个选择里面 我立刻跟他说 OK 我自己下回去 还有我们走得不久 大概十分钟了 是 其实我那一刻是想 算了 不如跟他们上去 但其实我也不想上去 因为我也很害怕 再上去是真的 我受不了 他真的坚持 不断跟道友说 下回去下回去 然后道友才让我们下回去 可能真的被我们堅持 打得不到 然后他又带我们走 最难走的那条路 然后他就自己走上去 我们就自己走下去 但幸好就是我们下去之后 房东呢 就开车 带我们回去 这里 对啊 他都很好人 真的只是车我们两个下去 然后呢 幸好就是今次 是可以坐在里面 因为这里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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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车我们就了 凡是 无论 可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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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幸運這次自己做好選擇 就是說我們出去拍雲海 我們這裡都看到雲海 已經天亮了 早餐 好慘 聽著有個雞皮 我沒去拍 我們的山上之旅就去到尾聲了 雖然只是短短一天 但是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其實山上那種遊行的感覺很舒服 可惜我們無時間慢慢感受 反而更深印象的是驚恐的感覺 然後下山都是乘越野車搖到出市區 感覺很健碩 很高峰